那些痛的记忆 落在床的泥土里 亲爱的小伙伴 我是小薇薇 老歌翻红呢 越来越成为一种现象 这部最近又有几首老歌走红网络 最厉害的呢 这首直接创造了23亿的话题播放 一起来听听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吧 双胞胎女子组合by two 08年演唱的歌曲 爱呀爱呀再次蜂蜜网络 还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23亿字的话题播放 这是一首充满初恋味道的歌 不知道听完这首歌的你们 有没有想起 校园时光的那段美好回忆呢 爱我的话 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 爱我的话 要回答 我只等你等你一句话 走太远你走太远你的回答 爱我的话 爱我的话 给我回答 我的爱呀爱呀没时差 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 传说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传说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最近你有没有被这句歌词刷屏啊 我估计这点林静杰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唱了18年的美人鱼 又走红网络了 还登上各大音乐平台的热歌榜 虽然美人鱼漂亮短暂 但是也不要轻易放弃你心中的那位美人鱼啊 因为他可能就是陪伴你一生的人呢 传说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我也可以为你沉入海里面 怎么任性断绝 忘记我不变的誓言 我眼泪断了线 传说中你为爱感性被搁浅 我也可以为你沉入海里面 怎么任性断绝 忘记我不变的誓言 我眼泪断了线 最后这首陈慧贤03年演唱的粤语歌曲 情一节终究没被时间遗忘 截至目前在短视频平台 创造了8.7亿次的话题播放 这是陈慧贤 退影已久之后重新出发制作 意在怀念那个曾经辉煌的港月时代 你有很多事保护的夜 做人要潇洒一点 男儿子的死亡 我们年轻之间不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到问题现实现实 我们都是随时 这个世界不能做夫妻 做朋友或兄弟姐妹 做什么都合适 好了本期节目就是这样 喜欢的不妨点赞关注 让我们下期见 拜拜